哈喽大家好 就上一个那个泡面视频以后 有好多人给我推荐一个这个 五股到肠的这泡面面 但是呢在你们看之前 其实我已经买了 只不过呢它被安排在下篮场 然后看到有这样的盐啊 就是说这种盒状泡面就得泡着吃 那种带状泡面才煮的吃比较好吃 我很怀疑 家里没矿 可我这里有酱 生活可以简单 滋味不能将军 好家伙啊 吃个泡面都能给我上一克 这个饭甜酒那是好吃的 它这味道就特别像我食堂 卖那个麻辣汤窗口 那个番茄汤底那个味道 给大家看看这个牛腩啊 一般泡面里面就是带着肉质 大家就是自动忽略了 比如说黑胡椒扭扭一面 就是黑胡椒一面 它这个面饼真的还挺好吃的 酸酸咸咸 一点点一点点辣的口感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海底捞 那个番茄汤底 然后我每次去点的话 都要点那种两倍浓缩的番茄 这个的话跟那汤底饼的话 是那个味道的一半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吃的 就比较推荐 这个可以给80分 同一个品牌的酸笋面 里面就多了一包酸笋 这个面的评价还蛮极端的 它这个面我知道为什么 它包扁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不怎么喜欢吃螺丝粉的话 还是比较潮湿 它还是稳显有点臭臭的感觉 又被打了 文件外不外 就不知道自己次都被打了 嗯 这笋子还蛮好吃的脆脆的 其实我觉得是好吃的 就是糖 酸酸辣辣的 那我就要拿喜欢的 我可以给80分 跟大家还有好多其他口味吧 我有兴趣的话 我再去尝试尝试 就这个面大家见过吗 我真的是头一次见 这个包装真的 哎 还有点 里面这个料包 真的是我头一次见 是这个样子 你们看 这个里面是两种粉 双葱粉 我之前吃过这三个酱的味 有一个是那个辣椒 像中这个黑的 特别像可口糖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个的话 好像有点像那种香油 拌起来的味道 非常的混合 就是讲不清楚 还怪好吃的 它就是那种油香香的感觉 但一点点的辣 味道已经得煮 表演一个扭屁股 最不得头俩臂 这个我感觉风味还蛮特别的 可以给85分 这个还挺好吃的 你看这是谁 你看这是谁 你准备搞个这个 不老龙的海鲜拉面 这面饼子就跟别的不太一样 这色感觉好人性化 就这个味道 四块一角 咱们尝一口 要烟雾缭绕的 它超级有劲道 滑滑的很 当地吃起来是微微一点辣 而且它真的能尝出 那种海鲜的味道 特别像那个蟹棒 原来配菜就是什么 海蛋 我感觉面条 并不像一般的方便面的面罩了 它有点像那种 米粉的感觉 努力展现它很坦 来一勺汤 就跟那个韩国料理的海鲜汤差不多 汤底吃起来还是有点辣辣的 在舌根上会有点辣 这个肉被我找到了 就这个 蟹棒 这个我可以给目前为止的最高分 88分好吧 差两分怕它骄傲 就这个面一开始我是没有买的 但是呢就是推荐人实在是太多太多 他们说这个面可以一当十 就是说它可以打败前面所有的面 我就赶紧赶紧买了两口味 是山椒肥牛味 还有一个是飘香芝麻味 这里面料也是蛮多的 山椒肥牛味里面有一个鲤蛋 这个粉包塞下去 一个酱包 然后一个红包 一个红包 还有一个蛋 飘香芝麻味里面有一个叫麻辣花生 一袋这个白醋 我先把这个给放下去 哇好酸爽啊 这面我泡的时候发现它有点点碎碎的 我泡的稍微浓了一点 特别像酸桃肥牛那个汤底的味道 哇超级超级香 超级酸爽爽真的 特别开胃 塑料板我怀疑它到底能不能装烫的呀 感觉它有点点软塌塌的 而且特别烫的话这个不太好手持 踏踏我追它插着南飞 鲤蛋就是一般鲤蛋的味道 鲤蛋点咸 肉皮 给85分 如果你们特别喜欢酸辣的口感的话 这个芝麻花生 它酱的闻起来有一个自然羊肉的味道 注水后4分钟再加入这个酱包 再响上 再响上花生 这吃的真的有一股 自然羊肉的味道真的 然后如果你们很喜欢那个麻酱口感 然后吃麻酱也很喜欢这麻酱的话 推荐你们尝试这个 我感觉这个的口味真的还蛮一人而异的 花生好吃 看到这个面条它并没有像我之前那期视频 那个十足人爆肚粉 就是那么的黏糊 可能它因为十足人那个粉嘛 它是那个粉丝 所以它可能会出那种黏糊糊的东西 这面条的话就还好 整起的话是偏像那个咸香口的 我就是个纯女人 我知道了 这个我可以给75分吧 我觉得没有这个山椒的好吃 金曼郎这个香锅面听说很好吃 同样的还是这个酱包 然后一袋这个粉包 海带菜包 我弟弟又在监视我 现在穿的是一件我的睡衣 我踩起来 所以现在特别的饿 咱们赶紧再尝一口 倔强的翘着我的手指 你只想这个宽面好吃多了 它这麻香味更重一点 有麻烫的感觉 特别像是火锅底料弄出来的麻辣烫 我感觉我这次的水应该放的正常好的 因为前一个视频 你们说我的水放的有点多嘛 可能是因为丢锅的原因 它是平锅 海带四还蛮脆的 还行吧 给一个75分保守分中规中矩 最后一个了 这个辣白菜拌面 还有一个这个酱包 懒死我算了 好吃好吃 哇这个吃下去真的有这种辣白菜 又酸又辣的感觉 这个的辣味还蛮重的 比起来吃汤面 我更喜欢吃拌面 这味道还真有点辣呢 其实 感觉有点胃胃冒汗了 这个我也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这个蛮不错的 那就给历史最高分88分吧 两个就是88分颠峰 本集块链面发测评到这里就先结束了 大家再见 晚安 吃我的小夜宵